可是并且是喜歡帥哥 可是當媽媽的 當自己的子女性向有 有不一樣香味的時候 是最擔心的 因為他覺得第一個社會上的人就會排斥 大家都用一樣的眼光看你 你是什麼什麼樣的家庭 怎麼會小朋友變成這樣子 還是你小時候有什麼 狀況這樣子自己父母就會覺得 也會蠻 蠻沒辦法接受外面給我們的壓力 當然是 我就希望自己的兒子要 兒子女都是正常的性向 應該 尤其是媽媽是最擔心的我覺得 因為媽媽把整個重心都放在子女身上 可是如果冰淇淑是妳好朋友 他跟你講了 那妳要怎麼幫他 怎麼建議 可是這樣我會 我會 我還是覺得很奇怪 我會希望他是變回來原來的男生 來 冰淇淑 因為其實像我爸爸前陣子也跟我聊 因為我一直以為我爸是很開放的 因為他常常看電視什麼 看到蔡康勇什麼 然後他就說他是 他是喜歡男生什麼 我說對啊 可是他一樣表現得很棒啊什麼的 可是直到前陣子 我爸就問我說 別的鄰居有在問耶 就是好像妳啊 在節目上都比較像女生啊 會跟男明星什麼的 然後妳是不是喜歡男生啊 還是怎麼樣的 就已經問到這有沒有露骨了 可是我真的是 因為我知道我爸年紀也大 如果我真的真的說出來 我覺得他應該心臟病會發吧 所以我最後只能就是一直說 我只能跟你說我現在喜歡的 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因為我現在沒有喜歡的人 但以後的事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個事情我覺得 也可以問我們的專家耶 因為他到德國去嘛 對不對 其實比如歐洲對於這樣子的家庭 他們會怎麼樣的處理呢 其實因為其實西方人 他們本來就很重視親子間的溝通 從小開始就這樣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會聽小孩子說話 對 所以其實我剛聽這麼多 覺得發現其實大家都好像 有一些心聲是說不出來的 那其實都是想講的 可是歐洲的父母對於自己的孩子 如果是同性戀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當然透過溝通了解 然後再接受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不是奢望說父母 我們小孩子怎麼把你全部都接受 我覺得是 就是透過溝通去先了解 他到底是 因為是短暫的一個 比如說好奇 還是說他真的就是 因為那有些是他天生基因 他天生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需要好好去瞭解 透過好好傾聽去瞭解 這個蠻重要的 不過剛好也趁這個機會 就是跟所有的父母聊一聊 就是說 剛剛Benny媽有講到嘛 你說你怕他出去這個社會被人家講 怎樣才有壓力 你有沒有想過你是第一個壓力 因為你已經不接受他了 然後他壓力就很大 他回家沒有辦法講 你知道嗎 他就只好騙你 然後甚至我知道有些同志 他們還會假配合父母去相親 可是他很痛苦 他根本沒有辦法 然後你要想這個痛苦 如果他在你面前裝乖說 好,我為你娶一個媳婦 我為你生三個孩子 可是我外面有一個男的愛人 你覺得接下來這痛苦會延伸到多少 這個人的老婆也痛苦 他的小孩也痛苦 他外面的愛人也痛苦 他愛人的爸爸媽媽也痛苦 所以乾脆為什麼不就去好好的 像剛剛講 面對溝通 然後接受 因為像剛剛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像剛剛也講到說 這個不是 這個真的不是 他說變就變得回來的 對 他可能原來就是這樣 有基因啊什麼 就比如說Benny媽 你有不喜歡吃的東西嗎 有啊 什麼 就比較像肉類的東西 我會比較不喜歡 肉很好吃你幹嘛不吃呢 對啊 你有聽錯我的意思嗎 你就是不喜歡嘛 那我一直跟你說肉有多好吃嘛 你沒有用你不吃啊 所以其實這個是 變成要設身處地耶 因為你如果站在你的角度 就會說你為什麼不能轉回來 他不是轉不回來 他生下來他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你父母不接受 我覺得孩子更痛苦 因為這是最親密的人 他反而沒有辦法分享這個感覺 或者是分擔那個壓力 是 對,你叫他找誰 所以很多悲劇是這樣產生的 好不好 冰淇淑,加油 我要說一句話 其實我從幼稚園的時候 我有想過 從幼稚園的時候看到男生同學 就比較會害羞了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天生的 我沒有看到你 那個時候就是 好,來,接下來 好,接下來 深色場所好衝勤 爸爸,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請問一下要跟家人聊這個話題嗎 小喬 媽媽曾經去過 我媽他一直很想要跟我去夜店 他一直想要就是我帶他去 可是因為我爸他不准 就是我爸一定不准 就是我爸其實跟小青他們家一樣就是 其實我媽,我跟我媽都是圈的 但是如果是我爸也是都會變成差的 然後 所以他一直很想要過年輕人的生活 就是想要去看午夜場電影 或者是晚上跟我們出去 就是跟年輕人去唱歌啊 然後夜店 可是就我爸不可能同意 所以他就只好乖乖待在家裡很可憐 然後他幫我跟... 我跟你講,等一下 小喬你講這個都還不在我們範圍裡耶 對 我們講的是有一點聲色場所 你知道嗎 他們講的這個夜店什麼 我們都還覺得是正常的場所啊 對啊 那小喬媽連夜店小喬爸都不讓你去 不可以 不可以喔 有門禁嗎 沒有門禁 那小喬爸自己有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他也都沒有去過 星光 沒有 我沒有 真的嗎 你不哭嗎 真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還是想偷偷去一次 也還好啦 曾經跟朋友偷偷過去一次 真的嗎 好玩嗎 自己抱了 好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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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真心誠意的講述 跳舞啊,對不對 光潔 爸爸 有跟你討論過 這方面嗎 這個沒有 沒有,他沒有講過 他通常 他不會跟我講這個啦 他只會跟我講說 你晚上 比較早點回來 然後不要去夜店 不要去打撞球啊 或什麼的 他會不會跟我聊到這個 所以他就嚴禁 我們去那些深色場所 因為他們 他們通常下班就是待在家 所以他們也不會 晚上會有什麼休閒娛樂啊 或是什麼 所以他們通常不會有這種 去過這種地方 不是,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真的 一樣每樣百樣人喔 真的有一些家庭 那個爸爸是比較誇張 是說來 你16歲或18歲那天 爸爸帶你去台 對 讓你變成成年人 對不對 這真的很誇張 對 對 有跟爸爸聊過這種嗎 會啊,我覺得 其實有些時候 平常跟爸爸比較不會聊的時候 可是有一次是 剛好跟爸爸獨處在開車 然後爸爸就開始跟我說 其實你媽不是我第一個女人 然後就開始 OK啦,OK啊 我覺得 瞬間就覺得 跟爸爸距離變得很近 變得很近 但是爸爸有跟你聊過說 要不要帶你去見識見識這種 還是你帶爸爸去見識 我爸爸有Call我去那種地方過 可是他在跟老闆應酬 然後就叫我去給他們看一下這樣子 就覺得好像他們也會 對啊 所以這個到底 其實我們家就不一樣 我爸爸就是絕對… 他說這種地方絕對不能去 就是說什麼牛肉場啊 什麼之類 以前都不能去… 結果有一次偷偷去 他坐在第一旁 第一旁 這是一個老笑話 老笑話 大家就在去那裡 進去之後為什麼不能去 是因為會看到爸爸 老笑話 你給我做跪屁事 孟爸 這個可以聊嗎 爸爸 可以嗎 可以嗎 會跟小孩聊到這個嗎 年輕的時候或是對不對 年輕的時候是吧 對啊 應該是不會聊到這些 是不會聊到這些 但有偷偷氣過坐在第一排嗎 沒有 沒有 好緊張